今天回家的话 家里的煤气灶坏了 然后自来水的水管也坏了 然后门上的锁也锈死了 现在冰箱也坏了 上来干嘛 就是起床 这不起来了吗 起的这么干嘛 9点多了 你还不要起来 起来又不用去上班 上班早点起的有点事 等一下客人来了 你等一下去 去街上买个冰箱来 家里的冰箱坏了 冰箱也坏了吗 没什么锁都坏了 那个电热水器也坏了 电热水器也坏了 这这里面的管子前路坏了 这个煤气灶也坏了 煤气灶坏了 现在冰箱也坏了 是啊 冰箱昨天晚上 我说怎么去拿点那个肉出来 我说怎么坏了 他得要去买 那小一点的鞭子都大了 都要去买 买了放在这里又会烂的 那家里也要有一个呀 有一个你今天用了放在这里不用了 还会又坏了 反正就这两天就算了 还有几天呆在家里了 那冰箱里的菜怎么办 那不是更容易坏吗 冰箱里面的菜 明天就没有太阳了 明天就没关系 没关系 先买一个 买个小一点的 你们什么东西都去买买买 买了放在这里又会烂的 买个小一点的 这个又每年回来用一用也还好的 没关系 别的用 你看这个冰箱用了多少 用一下又找到这个东西就容易发 不用去吧 我来看一下这个冰箱里怎么回事 哎呦 这个灯都不亮了 今天回家的话确认是的 家里的煤气灶坏了 然后那个自来水的水管也坏了 然后那个门上的锁也锈死了 现在冰箱也坏了 真的 这个家里还是要有人住 有人住才有人气 没人住的情况下 这些东西都容易坏 也不管奶奶了 还是去买一个 要不然的话 家里的这些菜放到哪里去 也容易坏 等吃了早饭的话去买 你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你价格挑便宜一点的就好了 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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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你去决定 人不在家什么东西都可以了 这个灶台不会烂的 这个窝都锈了 窝都一窝 这个上面都漏水了 都一窝水在里面 这不是好的吗 没有漏水 这全部差了 天庭看不到 上面的烟 里面 刚刚爷爷告诉我 说隔壁邻居 他好像懂修这个冰箱 现在叫他过来帮忙看一下 这个冰箱到底怎么回事 那冰箱好了吗 冰箱了 你说好也不是好 你说不好 好现在又能启动了 冰箱启动了吗 启动了是启动了 好像不智能一样 我去看一下 这个最底下它都不冷了 不冷反正还是 借的那个冰还是有在里面 可能功能就没那么大了 只要菜不会坏就死 可以是吧 好吧 最后还是学定不买了吧 因为这个冰箱的话 你说它不自冷吗 那最底下的冰还没有化 你说它自冷吗 把它放进去 它又没有感觉到 对我多冷